宗徒大事录第十八章 此后,保禄就离开雅典,来到了格林多。 在那里遇见了一个犹太人,名叫阿贵拉,原籍本都。 他同妻子普里史拉最近从意大利来。 因为喀劳迪曾命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 保禄就投到他们那里。 因为是同业,保禄便留在他们那里工作, 原来他们是以制造账目为业的。 每逢安息日,保禄就在会堂里辩论, 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 极致希腊和蒂茂德从马其顿来到后, 保禄就专心传道,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就是墨西亚。 可是因为他们反对,而且说亵游的话, 保禄就服饰衣服向他们说, 你们的血归到你们头上,与我无干。 从今以后,我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了。 于是离开那里,进了一个名叫蒂多尤斯托的家里。 这人敬畏天主,他的家紧靠着会堂。 会堂长克里斯波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 还有许多格林多人听了道而相信,也领了喜。 夜间,主借异象对保禄说, 不要害怕,只管讲,不要坚默。 因为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向你下手加害你。 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百姓是属于我的。 于是,他就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 在他们中讲授天主的圣道。 当加里雍做阿哈亚总督时, 犹太人同心合意地起来攻击保禄, 把他带到法庭,说。 这个人劝人违法敬拜天主。 保禄刚要开口,加里雍就向犹太人说。 犹太人啊,如果有什么犯法或邪恶的罪行, 我自当容忍你们。 但问题既是关于道理、明目和你们自己的法律的事。 你们自己管吧,我不愿做这些事的判官。 就把他们逐出了法庭, 于是众希腊人拉住会堂长索斯特乃, 在法庭前打了他, 而加里雍全部理睬这些事。 保禄又住了些日子, 就与弟兄们辞别, 乘船往叙利亚去。 和他一起的有普里史拉和阿贵拉, 因为保禄许有誓愿, 在庚格勒剔了头发。 到了厄弗所, 保禄便把他们留在那里, 自己进了会堂, 同犹太人辩论。 众人求他多住些时候, 他没有应允, 却辞别他们说, 若是天主愿意, 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所以从厄弗所开船走了, 在凯撒勒亚下船, 就上耶路撒冷问候教会, 然后下到安提约基亚。 保禄住了一个时期, 又出发, 哀次经过加拉达地区和弗里基亚, 兼顾众位门徒。 有一个在亚历山大里亚出生的犹太人, 名叫阿波罗, 是个有口才的人, 长于圣经。 他到了厄弗所, 这人学过主的道理, 讲论耶稣的事, 心神热烈, 教训人也很详实, 却只知若汉的洗礼。 这人开始在会堂里放胆讲论, 普利史拉和阿贵拉听了他的讲论, 就把他接来, 给他更详实地讲解了天主的道理。 阿波罗有意往阿哈亚去, 弟兄们都鼓励他, 并且给门徒写信, 叫他们接待他。 他到了那里依赖恩宠, 给了信友们很多的贡献, 因为他经常有力地当众 博导犹太人, 用圣经指明 耶稣就是墨西亚。